大家好,我是律师张玉霞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民法典中的居住权 其实民法典中的居住权 很多人疑惑说 居住权它难道是第一次入法吗 因为大家都说新增了居住权 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不是经常讨论 在这个房子里面 我有没有居住权 他有没有居住权 而且我们曾经也看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例 尤其在公有租赁房中间 频频出现排除妨碍 或者确认在这个房屋内有使用权这样的诉讼 那为什么居住权会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法律中呢 因为在以往的这样的判例中间 我们所能看到的居住权往往是作为一种使用权利 往往是作为一种侵权责任 在排除妨碍或者确认使用权这样的诉讼中出现 而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 出现在相关的法律之中 居住权它其实是一种用义务权 那么在我们以往的概念中间 对于一个不动产而言 不动产的物权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利 自然是所有权 因为所有权意味着 所有权人对这个不动产 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也就是你可以住可以用 可以借出去也可以把它卖掉 所以这种权利是至高无上的 而居住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 它又有什么价值或者意义呢 那么在这次新增色的居住权中间 其实对于它做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法律规定 也就是它可以在一个房屋中 在一个不动产中间 独立的去设立这样一个权利 而且去设立这样一个权利 还可以公示 也就是必须要通过不动产登记中心 去进行备案 将来你会看到 在一个房子的产掉中间 除了这个房子 它属于谁 是否抵押过以外 它会出现一个居住权的使用状况 也就是这个房子中间 有可能它的产权是属于假的 有可能已经抵押给了乙 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居住权是给到饼的 那么在这样的复杂结构中间 居住权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定立这样一个 看起来把事情复杂化的这样一个权利呢 因为现在出现了不少的 适渡老人 空巢老人 孤老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老年人在再婚的时候 往往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是 很多情况下 他找的配偶是比自己年龄要小很多的 那么一旦配偶说 我要在你的房产证上加名字的时候 我们曾经在电视剧上看到过 蔡根花小宝贝和苏大强这样的案例 那么当蔡根花表示说 我要在你的房产证上加名字的时候 苏大强想要加名字 也获得了自己子女的反对 而大家认为 这个要加名字的人 他的动机也是不存的 但是如果说你不在你的产证上加对方的名字 对方同样会表示意义说 我比你年纪小那么多 那么你既然要和我结婚了 比如说我照顾了你20年30年 在你百年之后 我对你的财产其实没有任何的权益 虽然我是你的法定继承人之一 但是很多老年人再婚的家庭 他有一种传统观念是 我们各自的房产啊 仍然是通过遗嘱的方式去留给自己的子女 而排除了再婚家庭一个配偶的法定继承权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配偶自然觉得我既然要照顾了你这么多年 那么我最后净身出户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至少对我来说是没有安全感和没有保障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如果有了居住权 可以在这个房子中给对方设定一个居住权 居住权你可以设定终身 也就是这个人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终身 一直到他百年 但是居住权我们同样也要认识到 既然是这种情况 居住权它和以前我们所说的买卖不破租赁是类似的 以前说买卖不破租赁 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买卖是不破居住的 也就是以前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我是产权人 我把房子借出去了借五年 签订的租赁合同是五年的 在两年之后我把房子卖掉了 卖给了他人 那么新的所有权人新的产权人来了之后 他说你的这个租赁合同 他和租客去说你的这个租赁合同不是和我签的 我们之间没有这样的租赁关系 现在房子归我了 我不想再把房子借给你了 你后面的租金也不用交了 你要离开 这个时候法律上有一个规则就叫买卖不破租赁 即便你产权人变更了 但是你并不能破除之前的这种租赁关系 新的产权人仍然要继续将这个房子去租给这个租客 要完成之前所签订的这个房租 如果说新的产权人说我事先不知情的 那么你的损害赔偿 你的相关的权益要向你的前一个产权人去追索 而不能因此去对抗到这个租客 所以我们说在购房的时候啊 除了要看产调信息以外 也要到实际的产权的这个房屋 也就是这个标的的房屋中啊 要去看清楚这个房屋的状况 以及这个房屋现在是否是出界 实际居住人又是谁 而居住权在这种情况之下 和我们之前所说的租赁关系是一样的 也就是并不因为产权人的死亡 或者产权人的变更 而去改变了这个居住权人的一个居住权 比如说苏大强和蔡根花结婚了 而结婚之后呢 苏大强并没有把蔡根花加上他的产证 而是给蔡根花设定了 在他房产中的一个终身的居住权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苏大强百年之后 虽然苏大强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 去排除蔡根花对于自己房子的一个继承权 他仍然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啊 留给自己的子女去继承的 通过遗嘱的方式 但是他可以去给到蔡根花的这个居住权啊 蔡根花可以说 你们这些子女继承了这个房子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不管三个子女也好 四个子女也好 产权人也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去变更为你们 但是我对于这个房子的居住权仍然是存在的 哪怕你们把房子卖掉之后 新的房东 新的业主 新的产权人也不能把我赶出去 我仍然对这个房子享有居住权 那么在现实中也确实是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居住权确实是一种新形式的权利 但同时既然他这个权利啊 听起来很有用 那么我们也自然要知道他可能也会产生相应的弊端 因为如果说有些人恶意的去使用了居住权的话 或者说产权人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擅自的去给到了很多人居住权 或者说给到了一些不相关的人居住权 自以为只要我给你的是居住权不是所有权仍然是我的权力最大 那么可能就要在未来遭遇到诉讼的风险或者是现实生活中更多的纠葛 因为这也就意味着产权人可能会和居住权人共同居住生活 双方如果在结婚的时候给到了对方居住权 那么如果说你们离婚的时候 对方的这个居住权并不自然的消灭 那如果说你要给到对方的这个居住权是有一定实现的可不可以 根据法律规定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给到对方一定时间的居住权 比如说十年二十年你可以和对方约定 我们这个居住权大概给到你什么时间 因为在备案的时候要明确的写明 双方是可以通过合议的方式去协商的 但是在实践中其实挺难想象的 两个人即便是再婚夫妻吧 大家相对来说更要实际一些 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去告诉对方 我先给你三年的居住权 三年之后我看你的表现 如果你表现好 我再给你续三年 那我觉得这种协商其实也挺诡异的 很难说双方真的能够顺利的进入一段婚姻 而且很可能这就是一个婚姻悲剧的开始 因为双方毫无信任的基础 所以双方的约定可以更明细一点 同时双方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约定的居住权 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 比如说我们约定的居住权 虽然我给你设定了 但是我们书面合一 如果说在我百年之后 或者说如果说在我们婚姻关系结束之后 那么可以通过折价款的方式来给到你居住权的保障 也就是把你的居住权是可以折现的 而并不是说是其他产权人 新的继承人所不能够去把你的居住权变现的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合一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弥补性的方式 更多的仍然是在预防 也就是在设立这个居住权的时候 就要慎之又慎 要用好这个居住权 因为居住权设立的本身 其实是基于我们这个民族 安土重迁 其实大家都是比较重视自己的一个窝 自己在这个房子内的一个居住 所以居住权所鼓励的是 房子是用来住的 而不是用来炒 用来卖的 但是即便它的立法的本意是好的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间 仍然要防小人之心 所以也就是要提醒很多人 不管是老年人也好 还是年轻人也好 在设立居住权的时候 一定要想明白 你给对方的这个居住权 到底是多长时间的 到底是多大的一个居住权 同时有一点呢 也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居住权不能转让 居住权也不能继承 也就是蔡公花 即便是获得了这个房子的居住权以后 那么在他百年之后 他的子女并不因为他有居住权 而想当然的在他百年之后 仍然可以继续住到这个房子里来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要知道居住权是什么 同时用好居住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